不只是中华小将抗函成功 不久前 中华男篮也在雅锦赛 奪下了好成绩 为国内篮弹诸如一记强心针 男篮当中最年轻的一批国手 U16亚青代表队也在持续的集训 将要为9月底在伊朗开打的U16 亚洲青年篮球锦标赛备战 争取世青赛门票 面对马来西亚国家队 中华小将不畏碰撞 强力取分 经过一个月的花莲一地训练 U16亚青代表队展开了下一阶段集训 一地北上 以战养战 在花莲已经多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可以集训 包含参加金银杯 所以其实这一群小朋友在整个第二阶段 现在的集训过程当中 就是团队的默契 还有就是各方面的一个配合 他们也都很进入状况 来自东泰高中身高200公分的刘正威 在场上高人一等 不过这批中华小将不强调个人进攻 以团队的打法和快攻要和亚洲列强一较高下 9月25号开始 中华队将在伊朗展开一连串的赛程 蓝星也希望经验丰富的总教练谢玉娟 能够带领这一批肯防守的球员夺下好成绩 出去尤其要到了中东到伊朗来讲 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事情 但我们当然希望他拿到好的成绩 甚至拿到市井赛的一个资格 那我们也不要给教练太大压力 来自各校的球员没有个人主意 要在伊朗打出中华队团队一新的球风 由电TV张淑君张艺琪台北报道